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冲击天仙境界 韩清如答道 莫无忌心细地说 清如师姐 我现在要修炼 准备冲击天仙境 你可以在这里凝聚仙阁 韩清如愣了一下 随即就摇头说 莫师弟 你先修炼吧 我暂时不用凝聚仙阁 凝聚仙阁 是说一下就可以的吗 那需要大量的仙阁石 可是他的身上 一块仙阁石都没有 就算是莫无忌有一块仙阁石 那也不够凝聚仙阁的 莫无忌却笑了笑 抓出了一枚戒指 递给了韩清如 清如师姐 这里有仙阁石 你尽管拿去凝聚 如果不够的话 随时问我要 韩清如疑惑的接过戒指 神念一扫进去 随即就呆着住了 好一会儿 他才喃喃的说 几百万仙阁石 莫无忌应了一声 我从半仙语来 别的东西没有 就是仙阁石多 说完这句后 莫无忌直接丢出了 数十枚镇齐 将他和韩清如隔开了 同时抓出了 一堆的下品仙阱 和数十枚中品仙阱 开始冲击天仙之境 韩清如终于回过神了 震惊地盯着 莫无忌所在的湖镇 他肯定自己 心结交的师弟 在半仙域 绝非寻常人物 一个寻常人物 岂能拥有 如此多的仙阁石 他曾经就听说 仙界每年去半仙域 收购的仙阁石 也不过十数万而已 而这戒指中的仙阁石 已经足够因编成 去收购上个几十年的了 两久之后 韩清如才换过神了 激动地抓出了一堆仙阁石 开始凝聚仙阁 他之前之所以不能去仙界 除了身上的神念印记之外 就是因为没有仙阁石 现在莫师弟 不但给他解除了神念印记 还给了这么多的仙阁石 他又岂能不激动 有如此多的仙阁石 凭借他的资质 凝聚仙阁几乎是铁定的事情 一旦他凝聚了仙阁 那他随时都可以前往仙界 莫无忌这是第二次用仙经修炼 第一次修炼的时候 他才一千下品仙经 在仙阁之中 他虽然在修炼 但事实上吸收的仙经 基本上是用掉了 而这回用仙经修炼 那才是真正的死无忌惮 一枚枚下品仙经 在莫无忌身边化作飞灰 莫无忌的实力迅速上升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莫无忌就从地仙十二层 紧急到了地仙圆满 收起身边的仙经 莫无忌站起来 打开了固阵 韩清儒仍在凝聚仙阁 在他的背后 有一道淡淡的仙韵光环 莫无忌估计 这是韩清儒凝聚的仙阁运环 坐在那里的韩清儒 有如仙子一样 长发落在油弱刀削的袖肩上 加上那清秀绝色的容颜 让莫无忌都忍不住赞叹 难怪老彩如此忍耐韩清儒 他实在是太漂亮了些 而且他的性格外柔内刚 更是让人欣赏 莫无忌没有去打搅韩清儒凝联仙阁 他留下了一枚遇见 说自己去渡劫后 就悄悄地离开了洞府 莫无忌没有敢在这附近渡劫 他和韩清儒就躲在这 自然不能在这里渡劫 而且根据韩清儒的话 这里还有众多的顶级妖兽 他更是不想将藏身之处泄露出去 寄出飞车 莫无忌以极快的速度进入无连山深处 三天之后 莫无忌在一处屏风上停了下来 这里距离无连山外围尚有一段距离 而且这周围没有深山和高峰 自然不会有什么妖手 更重要的是 这里仙灵气还算是浓郁 挺适合杜劫的 莫无忌抓出十万下匹仙精 在自己周围布置了一个护阵 然后又布置了一个巨灵阵 他此刻甚至有些感激济士兄弟了 如果不是济士兄弟来追杀他和韩清儒 他又上哪儿去弄这么多的仙精回来呢 紧急天仙需要杜鹅丹 莫无忌没有 不过他并不在意 他的功法和别人不同 至少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有遇见过瓶颈 唯一的瓶颈就是需要大量的修炼资源 随着莫无忌开始逆转周天修炼 他周围下匹仙精的仙灵气迅速被抽出来 短短时间内 就在他的身边形成了一个淡淡的仙灵气漩涡 一炷香之后 他布置的巨灵阵也开始疯狂席卷周围的仙灵气 莫无忌的修为开始不断上升 莫无忌也准备着雷劫下降 然后开始冲击那道天仙桎 时间渐渐流逝 莫无忌丢下去的仙精越来越多 他聚灵阵吸收过来的仙灵气同样越来越多 但是他却焦虑起来 他还从未遇过这样的情况 实力不断的上涨 体内脉络几乎全都充满了仙灵气息 可他冲击天仙桎 总是缺少那么一点点 至于雷劫更是连影子都没见到 感受到自己戒指中的仙精越来越少 莫无忌的心沉了下去 他忽然有些渴望渡鹅丹 如果这时候有没渡鹅丹 他几乎百分百可以引来雷劫 看样子 修炼到如今的程度 再也不能用当初的标准衡量了 他头一次觉得 自己渡劫的准备一点都不充分 又是一天的时间过去 莫无忌抓出身边最后的一千多枚中品仙精 他决定 这些中品仙精用完还不能隐瞒天仙雷劫 他就放弃冲击天仙 去寻找杜鹅丹的仙灵草 准备炼制杜鹅丹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声妖兽的嘶吼忽然传了过来 莫无忌知道 有强大的妖兽来了 尽管他拥有顶级的封顿术 也不想在这和妖兽相遇 这次杜鹅远远超出了他的计划 原本他准备一天的时间杜鹅 但却用了五天 雷劫却没有下来 没有雷劫 他又在这疯狂的吸收鲜明器 引来强大的妖羞自然是不稀奇 就在莫无忌准备停止冲击天仙的时候 一头身高树杖的黑毛狮 出现在他的神念之中 这绝对是一头超过了天仙境界的妖兽 莫无忌心里一惊 还没等他收起周围的阵齐 就见那头黑毛狮扑向了天空 一看黑毛狮的动作 莫无忌就清楚这黑毛狮不是扑向他 而是扑向了一头巨大的三眼鹫 这三眼鹫看见黑毛狮扑向他 更是救命一声 要震翅往上飞去 但是他挥动的翅膀却无限制制顿下来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束缚了他一样 莫无忌很清楚 这是黑毛狮的灵狱 赶紧走 莫无忌刚刚想到这 一道黑影被三眼鹫喷了出来 让莫无忌大怒的是 明明黑毛狮攻击这三眼鹫 这三眼鹫攻击的居然是他 黑影却并没有杀鸡 反而让莫无忌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仙灵气 和果香的味道 闻到这股淡淡的果香味后 莫无忌那始终无法触及的天仙之果 竟然开始松动起来 到了这时候 莫无忌如果还不知道这枚果子 对他冲击天仙有好处 他可就是傻子了 他毫不犹豫抓起这枚果子 放入口中 同时仙缘里一卷 在仙缘之下 这枚果子瞬间化为金香 渗透到他全身脉络里 莫无忌体内一百零七条脉络 同时发出轰鸣之音 逆转周天更是加速起来 一股恐怖的爆发灵气 在莫无忌体内肆虐开来 狂暴的力量 让莫无忌觉得自己即将爆炸了一样 那头黑毛狮子 在看见莫无忌吞下果子之后 立刻放弃了三眼鹫 直扑莫无忌而来 三眼鹫摆脱了黑毛狮的领域控制 直接划成一道黑线 消失在了远方的天空之中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